真的是超厉害 一本本图文并茂 富有想象力的绘本 都是见得国小六年级孩子创作出来的 学母历险记 来基隆吃美食 一本本环绕基隆 环绕生活 发挥想象 也为自己记录专属的童年记忆 毕业前夕 校方还特别举办了绘本创作发表会 孩子们不只当作家 还化身成出版社最佳业务员 向学弟妹们唱作俱佳的宣传作品 还进行问答 国家请问 各位作者 你们在写故事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很多困难 我们创作过程遇到的困难 在于我们的主人都不负责任 就是不来做自己分配道的工作 然后后面我们也把它 就是有点忽略掉了 自己把生日的工作完成 我们这本书的创作来源主要是 我们看过的非常多小说以及漫画 内容有很多题材都是 时空穿越啊 或者是介绍当地的 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可以藉由里面的题材来创作一本新的小说 我觉得这次的书展非常有趣 并且可以看到大哥哥大姐姐的书 而且可以印印章 我认为这个书展真超级有趣 让我充实了我的生活 充实我的脑袋 充实了我全部的人生 我最喜欢这本咪咪的日记 它画风很可爱 我很喜欢这本庙口奇幻任务 因为它画风很可爱 苏兰我最喜欢这一本水母的历险记 我这一本真的很有趣 它参考了游戏游戏 它获得了很多贝壳币 然后和他的朋友过得快乐的日子 微信隆重的创作发表会 教育处长全程参与 与家长会一同见证孩子们的成果 真的非常感动 看到小朋友无限的想象 跟无比的创作力 那从我们自己基隆的生活题材开始 那从观察 然后从思考写作 然后到组织 然后把一本书给写出来 这个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那希望我们打造一个 具有这个阅读风气的一个 我们书香城市 幕后推手是负责阅读推动的 张思涵老师 鼓励学生写自己的故事 还申请经费 将学生创作制成质量俱佳的绘本 让小青鸟作品在图书馆代代相传 透过阅读创作 串联孩子各项素养能力 秀出自己 阅读跟创作是一样重要的 我们从阅读中获取养分 从创作中 把生活里面的精华给提炼出来 更重要的是 我们不是自己创作 我们跟我们的小组一起合作 跟老师一起讨论 他们从中增加了非常多人际互动的机会 基隆市各校在110学年度 几乎都有规划 谁来基隆 绘本学习课程 以及阅读活动 教育处同时 补助了五间学校 将学生创作绘本 印制成金装书 从阅读素养出发 连结自主行动 社会参与 及沟通互动 这三大面向 展现108课纲核心素养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